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封信 为什么有两封信 都是我音乐会吗 这个应该是 这里面都是好话 这里面应该是坏话 对了 给女儿张雨格的一封信 哦 宝贝 吃到鸟代表SNH40H参加综艺青春有你这个消息 妈妈的心情还是非常复杂的 非常感谢公司感谢制作方给你提供了这个展现自己的平台 镇上舞台从小就一直是你的梦想 为了这个舞台 你16岁就演离父母 只身一人 来到上海 那些年爸爸妈妈因为工作没有办法陪伴你 让你那么小就要独自面对很多困难 独自面对大人的世界 虽然对你是一个锻炼 但也造成了你现在非常缺乏安全感 这事妈妈一辈子也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弥补的亏欠 如今你已皇长大了 站在更大的舞台更加靠近自己的梦想 我们真的很为你高兴 对于这次节目的参与 你的认真 你的执着 你的坚持 你的倔强 还有你性格当中的 柔中带刚 软中带硬 是我对你比较放心的部分 但爸爸妈妈还是要说 宝贝尽力就好 安全第一 保护好身体 妈妈不想看到你总是壮的 牵一块儿子一块儿的 虽然我经常说你挺帅的 但妈妈心里永远是那个 软软的黏糊糊的小女孩 加油 祝我的宝贝 开开心心一切 顺利越来越好 念起来比我粉丝写得顺多了 果然是我的妈妈 她说她对我有亏欠 但我觉得没有 反正是我自己觉得 我错过了 在我年少的时候 给予她们陪伴的机会 因为 这一世 就是 投胎 作为 父女 母女 互相陪伴是骨子里带的 但是我却选择逃避这件事情 反而是我觉得对她们有愧疑 其实对我严格的不是 是我奶奶 对我很严格 但是我妈妈一直就是说 你就是想做就去做 所以 这心里这些话还蛮像她说出来的话 就是 她确实是那个最 最担心我努力的累不累的人 反而是我自己 觉得 受伤也好 难过也好 都是放在 这个结果和成功的后面的 对 我自身的亏损 也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 幸亏 有这样一个人 把我自己的 所有事情放在第一位 谢谢 谢谢我的妈妈 现在正在看这个视频呢 还有所有我现在 不管有没有 就是新的粉丝朋友们 就是说 我会真的真的很努力的 然后 对于 我妈妈 和所有 把我当做女儿的 我的妈妈饭们 说 我不会那么拼命的 我会适当的努力的 请你们不要担心 这两封信 我会好好的收好的 谢谢你们 抽出了宝贵的时间 给我写了两封信 你们非常感动啊 谢谢 我拿走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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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份信 我感受到了 你可以猜一下 你可以猜一下 一个是粉丝的 那肯定一个就是我家人的 这也很厚 这么煽情的吗 这么煽情的吗 我不想哭 妈妈的 给女儿许佳琪的一封信 给女儿许佳琪 好官方哦 母上大人 亲爱的女儿琪琪 妈妈想你了 时间过得真快 一转眼女儿你长大了 在外努力工作的你 离妈妈越来越远 也不能常常畅所欲言的聊天 前几天妈妈在整理相册的时候 看到了你从小到大一点一点变化的样子 很多关于你小时候的记忆 就浮现在了眼前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 被妈妈 尖短了头发 然后特别短的头发 穿着小裙子 那个小胖子娃的感觉 不变的是 你一直没让妈妈失望过 一直都是妈妈的骄傲 嗯 亲爱的女儿 你陪妈妈一起走过了风风雨雨 带给我许多欢乐和欣慰 是你点亮了妈妈生命中最璀璨 最灿烂最精彩的那一夜 谢谢你我亲爱的女儿 今天妈妈得知你将要参加青春有女儿的节目录制 可能会有很长时间 很长的时间不能相见和聊天 妈妈有千言万语想要对你说 我知道如棉袄般更加贴心的女儿 不会嫌弃我的叮嘱和唠叨 首先 唉 我要祝贺女儿获得这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妈妈希望你在辛勤工作 努力奋斗的同时 要好好照顾自己 爱护自己 不要让爱你的人担心 其次在节目中 女儿你会认识许多和你一样青春积极勤奋 上进的小伙伴们 你会和他们一起共舞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妈妈希望你能让周围人感到舒服 珍惜每个阶段你身边出现的朋友 永远做一个让朋友感到温暖的人 如果你遇到了挫折 碰到烦恼时 要学会调整心态 控制情绪 感觉就是我心中的母上大人 从小就很多 教我很多这种与人相处 妈妈期待你在青春有女儿的节目中 留下最精彩的舞台身影 度过和同伴们最温暖的美好时光 写下最昂扬积极的青春梦想 爱你我的女儿加油 三个感叹号 我妈特别喜欢干什么都是重点说三遍 好未来的四个月我会不顾 不顾我妈 然后粉丝妈妈家长们 都是我的家长们家长们的期待 明天也要去开始去比赛了 然后现在内心 其实此刻的内心 还是是有点小方很方 因为就有点小紧张 不知道可不可以 但是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因为只要抱着自己最棒的 自己是一定可以的 什么事情都难不到我的心态 所以这条路会更好走吧 大胆的走下去吧 是假期 所以也请大家多多期待我 多多支持我 我会好好的带领你们的 也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陪伴我 我们一起走下去 爱你们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我 这是我爸妈写的吗 怎么会这么煽情的突然之间 给我一封我爸妈写的信 女儿 听说你未来半年要去广州路 青春有你 爸妈不了解这个节目 但是我们知道这对于你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机会 那你就放手去做 不用电念家中 从小爸妈对你的希望是 首先你人品要好 其次呢你要多读书 大学时你报名了S&H48 我们有过非常大的分歧 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当时就是 我报名S&H48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名义签 因为我觉得我成年了 我有就是可以自己决定 自己人生的这种权利了 然后我就把名义签 回去告诉我爸妈 我跟人家签约了 我签了一份卖身合同 但是呢毕竟我们家没有人 从事过艺术工作 你从小也未受过专业培训 而且你大学选的专业也还不错 所以当时我们想你可能就三分钟热度 也就顺应了你的选择 我不是三分钟热度 我对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 但是会很坚持的 没想到这次你坚持了七年 而且有了一定的成绩 还好吧 也没有太大的成绩 虽然我们当面几乎不夸你 但是爸妈的内心肯定是骄傲的 只是如果能够回到当年选择的那个时刻 我们可能依然不会支持你走这条路 这几年你的辛苦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们宁愿呢你考个研做个普通的上班族 也好过总是带着跳舞留下的淤青 时刻要暴露在别人的评价之下 这不是我爸妈写的吧 我爸怎么会这么那个什么 就我觉得我以为我爸妈是完全不 就是就因为他们不想我在这儿 所以他们也不就不会去关注我在这儿的事情 有一点点感动 之前聊起这次节目的机会 爸妈让你不要太顾虑得失太在意得失 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个很有目标的人 你比同龄人都更成熟懂事 我也没有比同龄人更成熟懂事吧 就觉得反而可能更任性一点吧 就没有成熟懂事 如果我真的很成熟懂事的话 我可能也就会按照爸妈想要 想要发展的道路去发展的 上学时即使我们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啥要求 你也总考在班级里面还不错的名次 你也很倔强 小时候和男孩子打闹也不敢下风 爸妈不懂得综艺节目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但是爸妈懂你 我们相信你这次你会斜着勇气踏上旅程 那爸妈只能做你最柔软的归处 嗨 像我爸妈 哎呦怎么会这样写信啊我爸妈真的是 因为平时在家里都是怼我 平时你工作忙 你人在上海的时候呢也不能常常回家 我们知道有时候你其实也是怕我们唠叨 等你参加完节目回家好好歇歇 我们不问你我们我们不问你工作 你该吃吃该睡睡就当回到小时候过一次暑假 好好的知道了 女儿天下的父母对子女都有很多期待 但是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你能够真正的实现内心深处对自己的期待 人生可以有遗憾但千万不能后千万不能有后悔 在节目里面要好好保重身体 要照顾好周围的朋友 有空别忘了看看书 春节回不来不要内疚 你哪天回来 那天 春节回不来不要内疚 你哪天回来那天就是我们家的春节 我的天 谢谢 谢谢爸爸 谢谢我爸妈 这一看着我爸写 因为我妈不会写这种话的 我妈就会给我 就是疯狂夺命连环口口 打个人电话 但也就是不会跟我说什么 哎呦好肉麻呀我的天 太肉麻了说不了 好 原來是什麼 王總給我的信 喜陽啊 你要加油啊 要曬出最佳的水瓶 不要給我們四十八丟人知道吧 看一下王總給我寫信啊 王總給我寫信了 真實 看看啊 我的乖女 王總還把我當個寶貝女兒哦 給女兒徐玉琢的一封信 好了我這要是我爸 我的乖女 聽你的同事說你將要去錄製《青春有你》 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爸媽很驕傲 也有一些話想要叮嘱你 高中的時候你想要放棄學日去當練習生 我們阻止了你 哎真的是 不然我就變成大明星了 後來等到你上大學 背著父母參加 S.S.Portier 抬選並獲得了錄取 我們依然想阻止你 但已經無法改變你的決定 其實做父母的 無非是希望兒女能夠安安穩穩的成長 能在父母身邊工作生活 不想你去吃太多苦 承受太多風險 我們何尝不知道 其實你心裡一直都有一個夢想 一個關於舞台的夢想 當時你在廣州讀大學 在上海當偶像 有三年時間 你必須在遊客的時候回廣州 休息日才能去上海工作 來來回回的奔波 對你的健康經歷都是很大的損耗 和你同齡的女生正是享受青春的階段 而你恨不得把一分鐘都掰成幾分鐘用 爸媽心痛 更會時不時後悔沒有更強硬阻攔我 爸媽 怎麼狠心 但在SF48的五年裡 你從來不抱怨 也不輕易和我們透露工作上的困難 我們知道不是因為你天生比別人能吃苦 而是你學會了堅強 你付出著常人難以想像的努力 在學生和偶像兩個身份中轉換 但不管在哪個身份中 你都沒有落後於人 總是那麼有目標感和責任心 更觸動爸媽的是 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 你的性格越佳得溫順可愛 在家裡你尊老愛幼 禮貌周到親朋好友 吾不對你稱讚有加 作為父母的我們也是心有榮焰 爸媽教得好 每到這時 爸媽又希望你有機會 像別的女孩子一樣 任性一點 對自己寬鬆一點 可能為人父母 總會如此這般的糾結吧 其實我已經對自己很寬鬆了 這一次去青春有你 你可以接受更全面的指導 可以被更多人看到身上的閃光點 我們並沒有希望你一定要有多好的成績 我們只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肯定一聲 許昂玉卓五年來的辛苦沒有白費 這是我們對你最有價值的評價 也希望所有喜歡你的粉絲能夠 不遺憾對你的愛和幫助 加油吧女孩 青春有你無悔青春 也順著節目圓滿成功 我爸最後還點題呢 真的是 其實我爸媽表面上說各種阻攔我 什麼的 但其實我去上學的時候 我爸都是凌晨來接我 從機場到學校 然後最早 然後第二天早上再把我從家裡送到去上課 就是一直在默默地支持我 然後就覺得父母總是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嘛 就還是 其實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也很難到現在 就是他們把這個事情都說我是因為我堅持什麼的 但其實他們也給了我很大很大的推進 我爸就是 其實他是一個平常對我很沉默的 就是男就是男性 然後他也是怎麼說呢 金牛座 然後有一點點慢熱 然後內心會比較悶一點 所以就是平常他可能不會把這些誇獎的話對我說 平常都是 以前都是對我比較嚴格的 然後可是就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他就越來越對我 越來越對我就是很溫柔 對 然後我也覺得很神奇 然後我們家裡人 就都是真的就很溫暖很溫暖的一個家庭 然後我也很感謝我能夠出生在一個 這麼陽光這麼美好的家庭 然後能夠一直支持著我 青春雖然是短暫的 但最讓人感到快樂的地方 莫過於經過一番努力後 讓所有的期待都變成你所想像的樣子 青春也是美好的像美麗的旋律 讓所有共同經歷過的歲月日麗而澎湃 guided我們會不會有心的 這麼晚的地方 壓住很多人 你們會不會有心的 歇著人睡醒 我們會不會有心的 我們會不會有心的 也會不會有心的 會不會是這部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